各位同学今天要上的课是细胞分裂 那么我们今天要教的是第三个部分 减数分裂 上次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过 细胞分裂的类型可以分为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那么有丝分裂的目的主要是增加体细胞的数目 减数分裂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生殖细胞 也就是金子或是卵子 那这是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介绍过的部分 那么在上次影片当中 我们已经把有丝分裂的四个步骤 特征都已经进一步的了解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在减数分裂 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来去发生的 那么这是一个概况的一个流程图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是一个母细胞 经过不断不断的分裂的一个变化之后呢 最后会变成四个子细胞 那简单把它做一个区分 虚线的左边这里我们说是减数分裂第一阶段 这时候从一个母细胞变成两个子细胞 那么虚线的右边呢 只是称为减数分裂第二阶段 这两个子细胞又在各自的进行一次的分裂 所以又在各自变成两个子细胞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过程当中 他们每一个步骤的特征 到底减数分裂是怎么进行的 才可以让最后的子细胞呢 它的染色体数目是原本的一半呢 这个在科学家也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啊 研究之后才了解到这个过程的奥秘的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减数分裂一前期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跟上次所学的有四分裂的前期呢 一样都会发生这四大特征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 是减数分裂第一阶段才有的 是连绘 连绘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说呢 已经复制的同源染色体 他们彼此会靠近配对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连绘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的图示 这是已经复制的同源染色体 他们靠在一起 这是另外一组 所以这样子在一起的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特别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示 这两边互为同源染色体 他们都是已经复制的 那我们上次说呢 已经复制过的这单一个蓝色体 叫做二分体 这边也是一个二分体 所以当他们靠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称为四分体 可以吗 那他们靠在一起之后呢 就像是这个蓝色体 手牵手一样 他们接下来会一起移动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靠在一起的二分体呢 叫做四分体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减速分裂第一段前期最重要 也是最特别的特征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期 回忆一下 有四分列所学过的中期的特征 还记得吗 好 觉得就是呢 染色体排列在细胞的中央 就是赤道板上面 所以呢 这个图也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染色体就排在这个赤道板上 那么减速分裂一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哇 这个时候我们说 在细胞中央的这个染色体呢 它其实两个二分体靠在一起 我们刚刚有说了 这样子一组一起行动的 两个二分体就叫做四分体 好 所以在减一的特色啊 就说四分体是一起移动的 好 所以他们刚刚在前期的时候 连绘了靠在一起 这时候呢 透过仿锤丝 把它们逐渐的移动到这个赤道板上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 出现在赤道板上面的 这个染色体的形态是四分体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是减速分裂第一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期 刚刚呢 染色体已经排列在细胞的中央了 接下来马上呢 好 染色体就会被拉开往两边移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说同源染色体被拉开 染色体呈V型往两端移动 所以可以看到呢 哦 这两个是同源染色体嘛 好 这两个也是同源染色体 所以现在同源染色体都被分开了 好 被分离 好 被分离 好 往两边拉开来 所以呢 这个跟有四分裂也是不一样的哦 好 有四分裂 在这个时候是 什么 姐妹染色体被拉开 好 但是在这里呢 是同源染色体被拉开 好 最后一步 马上就来到了末期 好 在减速分裂第一阶段的末期 一样这个时候 染色体已经被拉到细胞的两边了 那么 接下来细胞就要准备一分为二 那么我们在有四分裂 那时候呢 已经学过了 末期会有四大特征 OK 那么 基本上呢 减速分裂一也都是有出现这些特征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第三步 就是有关于细胞核 有一些生物会再次的出现 但有些生物则不会 好 那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OK 好 所以末期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蓝色体慢慢的变回蓝色质 然后帮忙移动蓝色体的防锤丝 慢慢消失了 那再来 核膜还有核蓝慢慢的出现 最后一步就是细胞质分裂 让这个细胞呢 真的变成两个子细胞了 OK 所以 减速分裂一呢 很快的我们就学完了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减速分裂 我们说有两个阶段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第一阶段 前期 中期 后期 末期 接下来呢 就会进行减速分裂的第二阶段 请同学特别注意 从这个第一阶段 到第二阶段的这个过程呢 细胞的这个DNA它的染色质呢 不会再进行复制了 不会进行复制 OK 所以直接从这边形成的两个子细胞 再各自的进行一次分裂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吧 好 在减二的前期 减速分裂第二阶段的前期 一样会出现这四个步骤 染色质慢慢的据缩成染色体 那么刚刚如果有出现这个细胞核的 好 这样的生物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细胞核膜又要再次的消失 OK 那么中心体往两端移动 好 随时出现 然后去 这个附着在 染色体的着色点上 要准备移动它 好 这些步骤呢 都跟之前所学的前期是一样的概念 那么请大家特别观察一下 这时候的染色体 好 由于在第一阶段 同源染色体已经被拆开了 所以这时候这两个子细胞所拥有的染色体 都只剩下单套 好 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了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是二分体了 都是二分体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期 中期的特征一样 一想到中期就想到细胞中央 所以想到染色体被排在细胞中央 吃到晚上 OK 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时候的染色体 这时候呢 染色体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了 好 刚刚提过了 在第一阶段已经被分开了 所以这时候排在赤道板上的 就是二分体 单一个二分体 二分体好的样子 好 所以当你看到 单套的二分体排列在赤道板上 你就知道是 减数分裂第二阶段的中期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期 在后期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把染色体再拉开 好 拉开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是姐妹染色体被拉开 染色体呈V型 往两端移动 OK 所以刚刚是二分体排在中间 二分体就是我们说的姐妹染色体 好 姐妹染色体 所以这时候呢 姐妹染色体被拉开了 好 所以这两个分体呢 就终结断裂 所以各自分开 变成两个独立的染色体 往两端移动 OK 好 所以这个是后期的特征 最后我们来到末期 好 那么在末期所发生的事情 好 一样有这四个步骤 OK 好 那这时候细胞合模就一定要出现了 好 因为这已经是最终末了 好 不管什么生物都要再出现 好 所以呢 这时候染色体慢慢的变回染色质 然后移动染色体的仿锤丝慢慢的消失 合模和仁再次出现 最后呢 细胞质分裂 让刚刚的两个子细胞 现在再次的一分为二 所以总共呢 会产生四个子细胞 好 所以我们目前学到这边 很快的已经看完了 这个减数分裂 第一阶段还有第二阶段的 这个各自有四个阶段的这个过程 这样 是不是觉得 还蛮简单的呢 好 套用在这个有失分裂的基础之上来学习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review 好 刚刚说了 减数分裂总共有两个阶段 连续分裂两次 第一次分裂就是要做减数分裂第一阶段 可以分为前期 中期 后期 末期 大致上特征呢 跟有失分裂所学的 好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比较要注意的是 在减数分裂第一阶段的前期 会出现 会发生联会 因此呢 会出现这个四分体 好 也就是 这个以复制的同原染色体 靠在一起 好 它们会 手牵着手一起移动 我们把它们叫做四分体 接下来这个四分体呢 就会被移动到赤道板上面 这个就是中期 再来 同原染色体被拉开 就是后期 最后呢 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 就是末期 好 那么 从第一阶段跳到第二阶段 记得中间 没有再一次的 这个 DNA 染色质的复制 好 所以只有在减数分裂 之前的 之前的间期 好 才有这个DNA的复制 所以我们说 减数分裂呢 是一次的复制 还是两次的分裂 好 一次的复制 两次的分裂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减数分裂第二阶段 也是一样 有前期中期 后期末期 好 那 特别观察一下染色体的变化 在前期的时候是二分体 好 这时候已经没有同原了 同原在前面就被拆开了 好 所以这时候剩下二分体 那二分体呢 被移动到赤道板上 好 而且他们是单套的哦 OK 那接下来 前面染色体被拉开 这个是后期 好 染色体呈现V型的样子 最后 细胞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这个就是末期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 减数分裂 很快的呢 就把它学完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 有四分裂和减数分裂的比较 好 接下来这个图呢 左边是有四分裂 右边是减数分裂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一个母细胞经过有四分裂 或是经过减数分裂之后 各自会产生几个子细胞 那么这个是国中就学过了 对不对 好 在有四分裂呢 经过一次的分裂 好 原本一个母细胞经过一次的分裂 一分为二 所以产生两个子细胞 那么在减数分裂呢 第一次分裂一分为二 第二次分裂再各自分为二 所以总共产生四个子细胞 好 所以这是国中我们有学过的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 有关于染色体的移动 还有分离的状况 那我们透过这张图呢 仔细的来比较一下 好 好 我们说在尖起的时候DNA会进行复制 也可以说染色质进行复制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复制完之后 其实有四分裂的同源染色体 不一定要排在一起 好 所以这个图也可以画成这样子 同源染色体不一定要排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当这些染色体被移到 这个赤道板上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二分体 排在这个赤道板上面 所以当下一步它们被拉开的时候 这时候是姐妹染色体被拉开 好 我们说姐妹染色体分离 OK 所以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在减数分裂 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说在减数分裂第一阶段的前期 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会发生联会 它指的是说以复制的同源染色体配对 OK 所以配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以复制的同源染色体一定会靠在一起 好 一定会靠在一起 手拉着手一起移动 好 我们说这样子叫做一个四分体 所以四分体排在赤道板上 下一步它们各自被拉开 所以我们说减一的特征就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减数分裂二呢 这时候 因为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了 都在另外一个细胞了 所以呢 每一种染色体都只剩下一条 好 所以这时候一定是减被染色体分离 减被染色体分离 OK 好 所以说有四分裂是减被染色体分离 那减数分裂的第一阶段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第二阶段是减被染色体分离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么第三个问题 有关于有四分裂减数分裂的 蓝色体的套数的变化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当中 一开始的母细胞 就是我们一般所有的细胞呢 是不是都是这个双套的 也就是说每一种染色体都有两条 就是双套 我们可以说一条来自爸爸 一条来自妈妈 好 那当复制之后呢 这时候他们每一个都变成二分体 但是呢 好 以染色体的这个套数来算的话 还是一样 每一种染色体只有两条 这也是只有两条 所以就是双套 还是一样是双套 好 只是它的DNA的量呢 变多了 好变多了 好 那么 这个是分离的过程 所以分裂完之后呢 好变成两个细胞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这边的子细胞 每一种染色体也是有两条 有两条 所以还是一样是双套 这个细胞也是 每一种染色体都两条 两条 所以它也是双套 所以我们说有四分裂 母细胞是双套 紫细胞也都是双套 好 那么在减数分裂呢 我们说染色体数目会减半嘛 好 哪个过程 首先母细胞是双套的 每一种染色体都两条 两条 再来复制之后 一样是双套 染色体 一样是 每一种染色体一样是两条 两条 OK 那么 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在减数分裂一的时候 同原染色体分离 所以一旦被拉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胞 这时候每一种染色体都只剩下一条了 好 一条 这两个是不同的染色体 好 比如说它可能是一号啊 这可能是五号啊 好 所以说呢 每一种染色体都只有一条 我们就说这是单套 这个细胞也是养殖生单套 OK 那减数分裂二呢 减每染色体分离 所以这个二分体它们两个分体各自被拉开 好 所以这个细胞一样是单套 每一种染色体都只有一条 好 那记得染色体的条数呢 是用终结来算的 好 所以不管它是只有一个DNA的 或者是两个DNA的二分体 都是只有 都只能算是一条而已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减数分裂 从双套变成单套 其实就是发生在减数分裂一 好 结束的时候 就变成单套了 这样OK吗 好 那么有关于有次分裂和减数分裂 好的 比较的部分 同学们可以在 这个 透过图片 好 来去仔细的比较 那也可以自己画画看进一步的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的减数分裂就上到这边 那 下一次影片呢 会 教各位有关于 人类的这个配子的形成的过程 好 那可以说是减数分裂的实际的例子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边 拜拜